大雨不断 凤林镇累计降雨量已经达到了410毫米 而凤林镇公所在26号下午3点 击对土石流警戒区的居民 依灾害防救法进行土石流潜市区域的保全户 强制撤离以及搜尔安置 而隔日镇长林建平巡视凤林镇的警戒地区后 特地来到收容中心来关心保全户的安置 凤林镇24小时累计雨量已达到410毫米 一早凤林镇长随即巡视土石流警戒区后 特地来到收容中心访试保全户的安置 同时也慰问资源的军警 感谢他们对于凤林镇的资源 在这边睡得好吃的好吗 吃不好要跟我们客厂讲 那我们凤林镇屋所在昨天的三点半 我们先启动了预防性的撤离 那这次撤离的人数总共有八位 接到我们搜索之后 他们所有的生活上有没有不变的地方 早上也特地到外围去巡视了一下 那索性这次的台风警报我们凤林镇 虽然说下雨量相当的大 但是我们都不是一个持续性的下雨 每每在一个大雨之后都有界限性 所以说我在所有的凤林溪我们的所有的溪流 我们的花莲溪我都去看过了 吸水器的雨和水都不大 这个是说老天爷有幸 这次的台风让我们凤林目前没有灾情的发生 那但是也不能因为没有灾情的发生 我们就掉以轻心来 我们还要仔细关注我们气象局发布的各种的状况来因应 而下午镇长林建平也陪同了县长徐正伟立委副昆奇 巡视了中心埔的西瓜园 了解目前的西瓜受灾的情况 所以因为前面的叶子会打坏掉 对 你现在还小一点吗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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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明天夹带豪大雨给予了协助 严防灾情的发生 并在台风过后投入灾后的附件工作 记者林杰 凤林郑采访报导